把酒扬门天 古今谁不死 不妙 无论正事 去给咱找解酒的嘞 深情气爽 是你把咱叫醒的 多谢 不过咱现在肚子空空 恕不奉陪 咱现在得填饱肚子 都到卧虎寺内有肉吃 那可得去瞧瞧 吃饱喝足才好做事 但是肚肠空空可是没戏 你这瘦鬼身子也该多吃点 走走走 跟咱去卧虎寺 这些烂熟肉食之若涅薄吞针 气得啥咱 你想烦了 给咱找点好东西尝尝如何 老夫 老夫缠那必有缠的锦 在此干旱之地 可能寻到 老夫缠那必有缠的锦 在此干旱之地 可能寻到 传说中黄金之国 是太阳西沉落海之地 那里的人们以蜀为尊 只是不知怎的 后来这个国家就消失了 很是奇怪 是才咱尝了尝那些蜀精蜀怪 咱们这像是还带点人味 那古国移民并未尽亡 黄蜂怪于古国的神秘萧允 恐怕脱不了干系 来之前 大哥给我一枚金片 说是到时自有用处 时候到了 咱这就回老地方 世上已逝 接下来 好 碧 加入 这 咱们 蒸 咱们 咱们 好 不准备 别沉默默 索尽入关 好身手 痛快 如此甚好 与咱同赴谷国如何 好身手 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朗盟沙海之中 曾蛰伏着一只上谷巨虫 这巨虫平日里沉睡地体 无所可寻 一旦醒了 便会钻出来吞噬人畜 偏偏它外壳坚弱磐石 寻常刀斧弓弩弩 难以传透 往来伤侣不敢靠近 周边小谷更是苦不敢言 师逢一只黄毛雕属下邪 途经此地 感应到那巨虫身上 似有无上佛理 于是施法 振重巨虫 收尾其用 小国国王大喜 将蜀妖奉为护国神圣 更为它剑妙塑祥 世代供奉 书妖图修炼方便 干脆留了下来 后来 书妖神功出城 卢走了唐僧 与孙悟空 集战于黄蜂岭 以时风沙彼日 日渔月无光 那鼠妖的神风着实厉害 若非灵极菩萨出手 怕是真惊难取 只是 没了鼠妖所真 古国自是难逃 覆灭的结束 而原本水修山清的黄蜂岭 也变成了今天这般模样 不说宁有没了 不说宁有 没了 不说宁有的 有时候想被伤害了 这么恐惹 不说宁有点 感谢观看